特殊时期,普京当选意义重大,让西方不高兴又无奈,这个选举结果是俄罗斯的名义表达,却不是一些人所期望的,这个结果首先是有利于俄罗斯的内部稳定和团结,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,虽然重现苏联那样的辉煌很难,但熬过目前的严峻考验,普京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人,只有他现在能够把俄罗斯各方势力团结在一起。 其次这个结果有利于中俄关系保持稳定,中俄关系保持稳定是西方现在最不希望看到的,俄罗斯正与整个西方对抗,面临重大考验,普京的当选意义不同寻常,就如同俄共主席九加诺夫,祝贺普京选举胜利时候说的那样,本次选举具有历史意义,爱国和团结事关我们的生存问题,俄罗斯这次总统选举投票率高达7%。 74,普京的得票率更是创出了历史新高,足以证明俄罗斯现在在爱国主义基础上,实现了空前的团结,这个结果也让西方媒体的谎言集体裸奔。 西方的媒体早早开启抹黑模式,本打算依靠媒体霸权,营造一个普京被俄罗斯人民抛弃的假象,以影响俄罗斯人民的选择。 但选举的结果显示,西方的这些手段收效甚微,西方的话语权优势,对俄罗斯人民的影响远远小于他们的预期。 西方联合制裁制造的压力,也没有让俄罗斯大多数人失去理智和思考能力。 他们用投票的方式支持普京,向西方说不,这本身就是西方软实力严重下降的表现。 西方政客早就开始顾忌重演了,西方一些国家在选举之前,就指责俄罗斯的此次总统选举不合法。 普京当选,有利于世界反霸进程,减少不确定性。 普京现在领导俄罗斯,公开挑战西方霸权,成为反霸的一面旗帜。 但是,西方可以不关心乌克兰人的死活,但不能不关心自己的霸权能否持续的问题。 去工业化已经很严重的美西方更加依赖霸权,才能继续过舒服日子。 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一旦失去霸权,是否还能维持发达国家的体面。 普京本来是一个对西方充满好感和幻想的人,甚至真心期待俄罗斯有机会能够加入北约。 但现实一再打破了他和俄罗斯人的幻想,北约通过不断的东扩,让俄罗斯几乎失去了欧洲方向的全部缓冲空间。 终于迫使俄罗斯人清醒过来,这个清醒的代价是如此之大,以至于俄罗斯恐怕再也没有机会,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国家。 但晚清醒也比不清醒强,如果俄罗斯人跟乌克兰人那样,直迷不误迷恋西方到底,俄罗斯人支付的代价要比现在大很多。 乌克兰已经没有希望了,俄罗斯至少还保留着希望。 虽然俄罗斯挺住了整个美西方的多轮联合制裁,这两年过得很不容易,也超出西方人的预料。 但俄罗斯经济的考验期还没有结束,乌克兰战场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消耗,对俄罗斯经济是很大的考验。 西方利用乌克兰的亲西方势力,把乌克兰渗透控制为一个傀儡国家,成为持续消耗俄罗斯的西方战争代理人,找到了对于西方而言代价最小,对于俄罗斯而言代价最大的方式。 军事冲突爆发两年多了,残酷的战斗还在继续,在乌克兰战场上,俄罗斯面对的不但是整个美西方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,而且北约的军事力量已经直接下场。 这场军事冲突已经从俄乌冲突,变成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消耗战,只要俄罗斯能挺住,给东方大国多争取时间,俄罗斯就不会败,西方就很难赢。 有些人孤立的看俄罗斯面临的层层围堵,看不到俄罗斯对美西方的生机,认为即使俄罗斯拿下乌克兰东南四周,也因为芬兰瑞典加入北约,外部安全环境并未好转,反而与北约的边境线更长了,这就是孤立的静止的看问题的角度。 其实俄罗斯赢的机会,就在于给中国尽量创造时间。 中国一是需要时间完成产业升级,二是需要时间去美元化,三是需要时间解决被渗透的问题。 中国与美国的博弈才具有终局的意义,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博弈并不具有这样的决定性意义。 俄罗斯拖住美西方,给中国争取时间,就是对中国最大的支持,也是对自己最大的支持。 不管历史上有什么恩恩怨怨,现实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,中国赢不了美国,俄罗斯必然是输。 反罢俄罗斯可以当前锋冲在前面,但俄罗斯不具有先翻西方霸权秩序的能力,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已经越来越脱离美国的控制。 本来美国推动北约不断东扩,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,踏过俄罗斯华的红线,挑起俄乌冲突,本意是要快速解决掉俄罗斯,然后北约就可以与美国在印太的盟友,对中国形成合围。 但俄罗斯的韧性超出美西方的预期,俄罗斯挺住了两年,就等于给中国延长了两年战略机遇期,因为中国的实力提升,与美国的实力衰减在同时进行。 时间成为改变东西方实力对比的最主要因素。 这个时间内,以现有的速度,中国推动产业升级和去美元化,用不了几年,实力就可对美国逆转。 其中产业升级的影响最为根本,中国进入高端制造业领域,利用全产业链的成本和综合优势,与美国最后的工业优势展开竞争。 中国应该吸取俄罗斯和美国去工业化的教训,从西方经济神学的教条中走出来,坚决不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。 这是中国继续前行的基本条件。 美国以及他们在中国内部的同盟群,现在都是集中最多的精力。 又到中国搞经济自由化,他们用各种方式,反对国家对经济必要的宏观调控以及产业政策,要把美国都在反思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搬到中国。 如果他们的这个目标实现了,中国就会在还未完成产业升级,就先去工业化了。 中国稳住了工业体系和工业能力,世界博弈的主动权就在中国这边,俄罗斯就有底气和西方战斗下去。 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就能窥然不动,中俄一的联合就能继续推动,亚洲大立体化进程就不会停止。 现在的整体形势对中俄还是比较有利的,特别是中东,成为美国的软肋。 中东是终结美国和美元霸权的最好战场。 胡塞武装正在把美国的红海危机扩大到印度洋,因为胡塞武装对美英以商船的打击范围,已经从红海扩大到印度洋。 美英以三国的商船,不仅不允许走苏伊士运河路线,今后要通过印度洋绕行非洲,都得在胡塞武装的炮火之下,祈求上帝保佑。 仅在三月十五日这天,胡塞武装发起五次攻击,包括用无人机袭击红海的美军军舰,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在红海的舰船。 用导弹击中了英国一艘航行在印度洋的英国邮轮,用导弹击中了在印度洋航行的一艘以色列火船,用导弹攻击美军在印度洋的一艘军舰。 不可一世的美军在胡塞面前完全是被动应付,而且还是应付一天算一天的那种状态。 最近让美国心生恐惧的事情来了。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,胡塞武装成功测试了一款高超音速导弹,并准备列装。 该导弹能加速至巴马赫,并以固体燃料运行,也没打算开始制造这种导弹。 以在红海、阿拉伯海和亚丁湾针对以色列目标使用。 他补充说在测试高超音速导弹的同时,胡塞武装还在更新期导弹和无人机,已经进行了三个月的持续测试。 通过改进爆炸弹头,将其破坏力提高一倍。 胡塞武装的装备,这一下升级有点太猛,美国的军舰可以防御胡塞现在较为落后的装备,还能抵挡住高超音速导弹吗? 胡塞武装只要手上有家伙,就敢往美国身上招呼。 这个世界敢于面对面硬刚美国的不多,胡塞武装要排在首位。 一旦美国的军舰被胡塞武装击沉,美国在中东就不能继续厚着脸皮躺平打酱油了。 要么美国调集亚太的兵力驰援中东,要么美国就做是美元的石油基础被摧毁。 至于胡塞武装的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是从哪来的?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,我们只需要知道,今后的博弈会更精彩。